推開房門 雙人床兩張 牆上有水木畫 木質感裝潢設計 被品牆在小木盒裡 連浴袍都有 讓人以為身在飯店 其實這是雲林北港武德宮的香客大樓 其實這個的磚塊 它是我們原來的香客大樓的磚塊 透過現在新的建築技法 然後把它烤漆 新舊結合 以不但阿曼旅店概念設計 走出不一樣的風格 原本的武德宮香客大樓 是紅白色建築 搖身一變成了黑白色系 有最潮香客大樓的美稱 裝潢就還滿 滿小文青的感覺 很少像這種是這種 就是獨立房間 然後還有獨立衛浴 拜拜旅遊很夯的香客大樓 還有苗栗白沙豚拱天宮 外觀是L型的透天錯 走進屋裡大通鋪是木板 搭配階梯的上下鋪 配上富有禪藝的紅色吊燈 看起來乾淨明亮 這樣的房型每人每晚只要200元 另外還有多種房型 房間裡甚至有提供WiFi 而台中大甲鎮藍宮 香客大樓美房住8人 共用衛浴設施 每人每晚只收100元清潔費 不過是競香團香客限定 原本還有開放讓香客入住 但春節前疫情突然升溫 讓廟方緊急喊咖 雖說不開放 不過以住宿價來看的話 在物價飛漲的時機100元 可說真的是超級佛心價 記者 廖文斌 彭志銘 劉文斌 王世函 苗栗 雲林 台中採訪報導